消息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肖士達 肖醫師 肖醫師 我有一個問題 減肥到底是要少量多餐還是要多量少餐 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患者在診間都有問過類似的問題 基本上你就要注意 減重呢 絕對不要少量多餐 為什麼 因為你少量多餐的話 你的胰島素都會一直分泌在高峰 所以当你的胰岛素都分泌在高峰的时候 其实你的体重就不容易掉下来 因此呢 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会建议你减重的时候 尽量定时定量 然后均衡饮食 这样子你的胰岛素才不会一直在高峰 你的瘦素才可以有时间去作用 再者呢 通常都是在进食后三个小时 才会开始燃烧脂肪 如果你一直都是以少量多餐的方式去进食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让身体有时间去代谢这些脂肪 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少量多餐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下次见哦拜拜